新馬兩國正式取消 新加坡吉隆坡高速鐵路項目 馬來西亞將對我國做出賠償 李總理在新年賀詞中 感謝國人在疫情期間 展現出的韌性和團結 呼籲保持希望面對未來 我國和群組各地 在防疫措施下舉行的倒數活動 叫往您冷清 盼揮別疫情迎來曙光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一點新聞》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那新聞開始 首先我們來關注 新加坡吉隆坡高速鐵路項目 正式取消 新馬兩國將履行各自 在雙邊協議下的義務 當中包括 馬來西亞必須就我國至今 所支出的項目費用做出賠償 交通部發表文告表示 李熊龍總理和馬國首相 穆尤丁在上個月2號 舉行了視訊會議 檢討新龍高鐵項目的進展 當中包括 馬來西亞對項目 所提出的修改要求 由於高鐵雙邊協議 在昨天的最後期限之後 正式失效 馬來西亞必須按照協議 對我國做出相關賠償 到現在開始下降比較好 因為我總比開 把插償 虛了 好 一開始 廢話